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都不静止 初初他说45个billion 451欧罗 后来又加到100 现在是否加上110个billion 你都不知真正多少 甚至都现时为止 如果看市场的反应 好像连110个billion euro 都可能未足够救希腊 至于未讲葡萄牙或者西班牙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现在问题是欧洲是否真的有决心 想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有决心想做 除非好像美国那样 当自己是一个国家 不是16个国家 一个国家由一个国会决定 我要花多少钱 好像美国政府去年 一次过批准由Federal Reserve Board 一次买了1.25的tillion的billion mortgage bond 支撑着整个地产市场 所以欧洲我看不见做到这些东西 但是他做不到这些东西 这个问题一直被人炒家来玩 实际上是很难达到 因为欧元区有16个国家 16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弊之处 有些想救 有些又说不想救 他们各个国家都有少少少 我们可以逐一说他都有私心的 并不难够当一个国家来看 不好了 基础性来讲全有这么多的问题 而今天Neson就带来4个 你会用这个技术性去分析 现在市场形势 是的 我们首先看看美国的图 我这个图是礼拜五眼午的时候 我发觉市场的走势有些出现问题 因为一路市场上升率 都上得很快 就是advance account都挺健全的 直到礼拜五 它现在跌了昨天140多点下来 我这个就是30分钟图 我就看到 Alienware 然后这是星期五 入星期一的时候 那 olmay是网友 会立起人道 三百四十多点 那案登上了 难道我看错 后来我去看一下 星期一上来的时候 根本没有高过星期五的高位 也没有低于星期五的低位 所以我觉得市市会期二 会继续下跌 昨天真的大跌了下来 破了线位 你破线位 我現在看刀中最低限度短期未留那幾天 跌到10,700,10680之間 你看破了線位畫了一條線 下一個圖就是日線圖 杜瓊斯的日線圖就是 你看到我中間畫了一條線出來 那條線是我1月19日杜瓊斯的高位 現在在2月5日的低位時市一直上 它就破了1月19日的高位 那1月19日的高位是市場的支撐位 10,700,10680之間左右 如果市破了這條線 這個支撐位差不多 大家接口就是紅色的線 紅色的線是100日平均線 這是很重要的線位 如果今次市場未來不是今日 希望不要那麼快今日 如果不久的將來如果市場 連續兩天收市破了紅色的條線 大概10600那麽長度 市一定要全部離場 很難猜的 昨天收市10926 和你剛才說支撐位10700,10680 還有其實差200多點 昨天都跌了200多點 有機會今天有什麽不明朗的消息 再出來呢 可能真的會跌下去 今早現在期指已經跌了 現在跌了79點了 原來這是未來的 未來的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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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昨晚的fair value是負18點 那你79減18 就是reampire開始已經跌61點了 這個其實不是差很遠的 現在市場波幅得這麽交關 可能兩下就到了 現在大家看得很貼就是這麽意思了 另外看完美國方面 Nelson做了關於恆生指數方面的資料調查 也都看到這個圖表方面 有機會成為double top 也就是雙頂的形勢 沒錯 現在恆生的指數 香港的股市 很喜歡跟這個北美洲的習慣 我們有什麽壞消息 它又反映了出來 現在我看到香港的股市 也都是你看到它比美國還做得差的 為什麽呢 美國的股市一路到最近 還一直見到新高 香港自從在去年的時候 已經沒有再見新高 你現在這次最近的反彈 連上一次的高位都破不了 現在一開始又屈下來了 那昨晚香港又跌了四百多點 記住現在你看這個圖 是昨天的 就是前一天的收視 就是未計昨晚的 昨晚如果香港再跌 又跌了四百多點 你也會再低一點的 如果你再破了那個線位那裏 那麽香港呢 香港又要double top會跌 現在大概一萬九千三 一萬九千五左右左右 那麽現在昨晚香港二零三二七 如果跌了一萬九千五 那你大概下一步呢 可能有二千點跌的 就是我們看著美國 看著香港 看著中國大陸的市場 還要看著歐洲 還要看著歐洲 看著歐洲 通常這些呢 大家一個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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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所以大家要十分小心點的 我相信如果一直有留意 香港股市的朋友都知道 他們呢 比我們美國有時候更加敏感 所以波幅都很大 作為一些譬如新移民 或者來到加拿大生活呢 不少還有一些投資 擺恆生指數都未頂的 所以如果真的有擺在香港市場方面 一定要特別小心 看完呢 美國和香港市場方面 最後當然要看我們本地加拿大 你都帶了一個 多倫多綜合指數的日線圖來的 是的 如果我們看看多倫多綜合指數的日線圖 如果你看到日線圖呢 最近多倫多的線圖呢 你看到一個 我叫flag formation 好像奇哥一枝旗那樣 一個斜斜地上的 通常我們技術上來講 凡你這樣斜上 遲早會跌下來 一迫了下面那條線位 它就會倒了 昨天已經破了多倫多 如果你看多倫多 對資源股相當敏感 昨晚我見油股 油價跌三個多元錢一桶油 今日跌了兩元一桶油 是黃金一個沒點跌 只是這幾樣已經夠可以令多倫多 日日會跟著其他市場下跌 事實上多倫多綜合指數 有很多成份股都是油股和金股 今早上見到油價跌破82元 今屆也跌破1170這個水平 所以不難說 就是TSX瘦的波幅都會多大 而且跌幅都會多深 不過這個時間 我們先休息一會 廣告回來繼續跟大家分析 今早上公佈了的美國就業數據 我們待會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